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关于老街的战事呢 众说纷纭 有的说呢 这个敏昂来呢 派出了他的精锐的66装甲师 走到半道上呢 突然呢 又把他调回去了 因为昂山素季的人民保卫军 已经进逼首都内比都了 所以要回去调回去保卫首都去 也有人说呢 其实呢 敏昂来呢 还是派了另外的两个师 现在呢 正在向老街前进 可是呢 被同盟军牢牢的 这个堵在了半路上 根本是寸步难行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唯一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啊 就是缅甸政府 军政府已经 向以色列和俄罗斯 还有泰国订购反无人机的 这些器材了 比如说激光啊 电子干扰器啊 等等啊 是这个防空的高射机枪啊 那种电磁枪啊 等等 他为什么不向中国订购呢 大家想也得想明白了 是吧 中国这个无人机技术啊 别的人是根本摸不准那个频率的啊 中国呢 也不会卖给他呀 他即便是买了俄罗斯的反无人机 俄罗斯的无人机是谁给的呀 对吧 你买R3的 R3的能管用吗 各位啊 白白虾啊 而且呢 这种这个电磁枪啊 大伙也都知道啊 大伙在那个俄乌战场上见过吗 啊 中国产的那个电磁无人机干扰枪 那个玩意儿是有指向性的 对吧 你必须得看到无人机在哪里 才能发射电磁波 实际上在缅年山区里边 到处都是群山密林 你个士兵 你怎么发现那个头顶上的那些无人机啊 你在树林里边你怎么发现无人机 我就请问 即便是飞个一二百米 那么小的无人机 你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呢 你那电磁干扰枪管个屁用啊 是不是 你不能24小时盯着空中吗 再说了 那玩意儿对中国的无人机也不管用啊 中国无人机的抗干扰能力 大家都知道那是一流的呀 是吧 你等你看到它的时候 人家无人机投掷的炸弹 已经从天而降了 对吧 那位说了 他可以买那个什么呀 就是那个激光的那种雷达呀 带雷达的那种 那个反无人机的车呀 可是呢 各位 在这个俄乌战场上 俄军没有那种电子战干扰车吗 有啊 挡住乌军的无人机了吗 乌军没有美国的电子干扰车吗 挡住俄罗斯的无人机了吗 根本就不管鸟用 对吧 所以这玩意儿 把车都能给你炸了 是吧 所以呢 现在啊 这个米洋来是进退两难了 这个时候你买 买了也不管用 也没有用 说实在的 另一方面呢 据传呢 米洋来政府啊 督促两个野战师 正向老街进军 可是呢 同盟军啊 在控制了滚弄木邦的大桥以后呢 又再次组织啊 这个 同盟军和德王军发起的联合攻击 经过仅仅一个多小时的突袭战 深入敌后 成功的夺取了井地大桥 井地大桥呢 是在这个滚动大桥前面的一个必经之路 缅军这缘 这个援军两个师被阻割到河对面了 是吧 缅军呢 现在呢 不仅没法增援老街 甚至是无法增援落树了啊 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 各位 所以 明昂来现在是 可以说是对缅北呢 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了 只能是干看着了各位啊 所以呢 同盟军呢 在缅北是节节胜利 在这个时候啊 有的这个网友啊 给我发来了一个爆料 说浩哥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个 说是白锁城 现在呢 请求投降 我们来看看这个 所谓的自治区政府的倡议停战书吧 是这么写的啊 各位 至国敢同盟军的全体成员 经过多方的考虑和领导的协商 我们做出以下的决定 只请国敢同盟军放过自治区政府和全体的领导子女 让他们安全的离开 什么意思啊 白锁城这个在老街还有伙同这个伪政权啊 就是军政府指定的所谓的那些伪政权 要求他们把他们的后代子女放出老街 而那边说呢 子女放了他们他们自己呢 他们自己说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女的安全 我们可以 是吧 现在国敢自治区的领导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愿意承担罪责 以确保国敢地区的和平 就说我们你要杀要寡 西庭尊便 但是呢 你放过我们的子女和后代 别给我们家绝了后 就那意思啊 那有人问了 白锁城的儿子和女儿 那不都已经在直升机上给打下来了吗 白锁城还有大儿子呢 还有白鹰能呢 死了白鹰仓 白鹰兰 还有白鹰能呢 是不是啊 所以他就怕绝根呗 这意思是吧 说呢 这个我们承诺保护你们进程的权益和人身安全 共同制定和平过渡的方案 解决国敢地区的问题 请慎重考虑 共建和谐国敢 此通告国敢自治区领导委员会 办公室2023年11月26号 还有这个章 那各位 那这个投降书是真的是假的呢 从情理上来讲 可能是真的 对吧 因为实在是老街 实在是守不住嘛 因为再困一段时间的话 那个南天门的守军也淡尽凉绝了 不得投降吗 那老街再困一段时间的话 恐怕没水没电的人吃人了 是吧 所以他们觉得肯定是守不住 所以说放过自己的子女后代 也有可能 但是呢 你要说 那个白索成 白索成豁出去了 那知道自己最大恶极 是吧 那那缅军派来的那些伪官员 难道也豁得出去吗 当然他们也可能说 我没参加电诈 反正是同盟军不可能把我给崩了吧 对吧 至少你面子上来讲的话 我在军政府的人 你得给我点面子吧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信 于情于礼 这个信呢 这个投降书是吧 确实是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呢 这个投降书呢 并没有得到同盟军的官方的认证 你按说 如果有这么一个投降书 这同盟军呢 就应该发公告了 是吧 我拒绝你们的这种所谓的投降 我就必须得斩草除根 一个都不放过 凭什么呀 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憋了 对吧 我还得放了你的子女啊 不行 是吧 但是同盟军现在对这个事没反应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投降书的真伪呢 存疑 你也知道 现在好多的这种网上的这种自媒体 为了吸引眼球啊 啥都敢造 啥都敢说 是吧 嗯 那网上呢 有一段关于采访白锁城的一个录影 这是真的啊 这是早些时候 白锁城还在老街耀武扬威的时候 一段采访录影 现在看起来呢 那是非常的可笑 可以说是总结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啊 有个机会吧 我就做一个我在人生中 所遇到那时候 我所做过那事情的话呢 我就做一个 分个四个改端 四个历史改端 如果开始 十二岁到十八岁 如果改端的话呢 我就一直都在搞动 十八岁 大概我 十八岁呢 那个时候 我没有机会养力 独立东 真有错误 错误呢 我就离家了 离家那个时候呢 是八八年 六八年 六八年 年初的话呢 那么 以统家省为首嘛 统家省为首的话呢 到中国和宣宁 那么交了一个月以后 我这样回忆着 我看来 大概是四月份了 四月份呢 我们从蓬墨上 集训经一天 那个时候 没有茶粮 包括母堆这些 都没有茶粮 是吧 没有工作的 我们从蓬墨上 不训一天的话呢 刚刚停掉的话呢 那么我们已经到大庙了 就是老三年大庙 大庙呢 是周开勇为首 他是八成区长嘛 周开勇呢 是养母娘的亲阿旧 但是他带着 五十二个吧 五十二个人呢 就住在老开 就给我瞄嘴头 他这个采访啊 太长 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他的人生是四个阶段 十二到十八岁 跟家里边这个种地 他说搞农业 就在家里边种地 十八岁呢 参军 投奔了彭家生的免供 当时是吧 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第三个阶段就是背叛了彭家生嘛 然后呢 投奔了缅甸的军政府 把彭家生给赶跑了 结果呢 第四个阶段就是什么呢 第四个阶段就是自己 罪恶累累的在老街 搞电炸了呗 搞电炸 结果呢 人家彭家生的儿子 这个彭德仁 彭大顺 又名啊 回来报仇了 现在呢 把这个白锁城 死死的围困到了老街 白锁城到现在 不知道到底 还活着没活着 或者是自由不自由 反正我感觉啊 人家那个 缅甸的军政府派过来的这些官员 肯定把这个白锁城当中 做了一个活命的筹码啊 他的下场 不会比那个被 莫名其妙要崩了的那个吴学昌 要强多少啊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各位 为人 别做亏心事啊 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终结了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